有人开玩笑说 婚礼现场从脸上的笑容 就能分辨出哪个是喜婆婆 哪个是娘家妈 因为喜婆婆虽说又买房 又花彩礼钱 但从此家里天人进口了 但娘家则不一样了 养了二十多年的鲜花 被一个叫女婿的人连盆端走 歌谁笑的都不是发自内心 今年52岁的王凤娟和丈夫 育有一子叫大新 很早我就给她灌输 以后尽量别去外地工作 因为我们在县城 把她婚房都买好了 跟我们住一个小区 她听着黑黑笑着 然后故意逗我说 假如我谈了女朋友 她动员我去她所在的城市工作 怎么办 看到我紧张的表情 儿子调皮地拍拍我的肩膀 笑着告诉我 说 放心吧 我这只鸽子不但飞不远 而且还会给你带一只回来 原来儿子早在高中时 就跟她同学姗姗偷偷谈恋爱 后来姗姗上的事财经学院 因为她父母都是银行职工 可能是通过关系内招 姗姗也成了银行系统的职工 那一刻我心病下来了 于是就催促两人尽快把婚定下来 跟亲家两口子第一次见面时 我还有点忐忑 觉得会不会被他们瞧不起我们 是你腿子出身 结果跟姗姗爸妈一接触才知道 他们夫妻俩非常好打交道 并且姗姗爸爸开玩笑地说道 谁家都是网上数不了三代 都是你腿子 再说你们两口子非常了不起 这不是照样在城里打拼 买房买车嘛 大家都一样 因为我们家婚房早就准备好了 儿子大心工作也很稳定 所以我就急着想早一天把儿媳娶进门 早点抱上孙子 在和亲家谈到彩礼前时 亲家母不愧是有文化人 她不正面回答要多少 只是对我讲 台亲就是一家 有什么多少的呢 只要出的你的手 进的我家门就行 听她这么说 我丈二和尚 摸不住头脑 毕竟是平生第一次娶儿媳妇 具体彩礼前是什么行情 我还得花功夫打听打听 好在我现在是个午夜游民 晚上没事的时候 还去跳跳广场舞 跟舞伴们打听这类问题 简直太简单不过了 就在拉家场中了解到了情况 听那些姐妹们说 现在差不多城区就是16万左右 这不包括三斤 而相对于农村来说 却更离谱 有的高达二三十万 真是越后越吃严 许多家庭债台高筑 也举不上儿媳妇 了解到这些后 我心里有十拿九稳的信心 就像一个姐妹说的那样 举儿媳妇还是划算 花点钱也是应该的 毕竟亲家把闺女 给攒养这么大 再说了 人家陪嫁到时候钱又回来了 被他们几个七嘴八舌的一通分析 我觉得养儿子真是赚的 于是我就想 人家16万 我非给18万 总之肉烂在锅里 他们家就珊珊一个独生女 到时候说不定 陪嫁比这还多呢 订婚那天 我们家除了按老家的风俗 送了四色礼外 又去银行取了18万崭新现金 还特意买了一只精致的小包装上 目的就是为了 让珊珊家那些七大姑八大姨们看看 只可惜订婚时候 因为口罩原因 也没能大张旗鼓地办 后来婚礼办得倒是挺热闹 这两个孩子在亲人的祝福下 终于喜结莲礼 儿子结婚后 我觉得我要重新上岗了 这是一份光荣的任务 婚礼那天当着亲家两口子面 我郑重其事的承诺说 一定会把珊珊当女儿看待 不会让她在我们家受委屈 走我们的老路 儿子儿媳虽然有婚嫁 但那时候还没放胎 她们哪也去不了 所以只好在家度蜜月 我认为 是我表现的时候到了 于是我就对珊珊说 不用跟我客气 想吃什么就跟我直接说 我保证做到 可珊珊从来没有跟我说 想吃什么 只要一问 她就说随便 这看似好说话的回答 其实更让我抓耳脑塞 每天一大早我就往菜市赶 站在满目琳琅的菜摊跟前 我经常不知道该买什么 但我不泄气 还下载了小H书 专门学习厨艺 我们家正餐都在晚上 有一段时间 珊珊突然对我说要减肥 以后晚上不吃饭了 听珊珊这样说 我就给她纠正 怎么能减肥呢 再说也不胖啊 何况还得备孕 太瘦了肯定影响身体 我不管不顾的叙叙叨叨 没完没了 结果感觉自己的脚 被踢了一下 我朝旁边的老公一看 果然看他瞪了我一眼 我只好止住话头了 随后珊珊果真晚上 不过来吃饭了 儿子大心后来也说 准备减肥 我顿时觉得自己又要失业 这也就算了 后来儿子只要被领导派出去出差 我连儿媳的变烧都摸不着 有时候早上就提前跟他预约 让他晚上过来吃晚饭 结果他差不多 每次都找借口拒绝了 一而再 再而三地出现这种情况 我心里莫名地有些失落 总觉得儿媳跟我们这头有距离感 为啥这么细心呵护 还是融入不到一起呢 或许人上了岁数喜欢回忆吧 更喜欢拿当年的自己跟现在这些年轻人比 觉得他们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因为跟儿子住在同一个小区 所以我每次买菜的时候 都要特意从他们那栋楼下面路过 看看刮风下雨的时候 他们临走窗户关了没有 有一天早上 我出去买菜的时候 天还好好的 可就在往回走时 开始刮大风 我赶紧三步并坐两步往回赶 因为我刚刚路过儿子楼下 发现他们的门窗户都开着呢 这天正好在刮南风雨 我怕雨水进去 儿子那边的钥匙 我始终跟我自己家的钥匙挂在一起 所以我上了电梯后 就把门打开进去了 其实我在老伴孙健的提醒下 也跟儿子儿媳他们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并没有对他们的生活指手画脚 轻易我也不去 今天这是没办法需要关窗户 把客厅和卧室的窗户关好后 我忍不住到厨房看看 结果看到水池子里面泡着几个碗煤刷 垃圾桶里看到有方便面的袋子 我从水池和碗里面的干湿程度分析 应该是在头一天晚上吃的 那时候我就纳闷了 不是说要减肥吗 咋还吃方便面 随后我又来到他们的卧室 发现被子都叠得好好的 只有枕头挪了个位 我猜想 儿子大心肯定这段时间又在外出差 家里只有儿媳一个 为了证实一下我的猜测 再说我也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没跟儿子通电话了 于是我拨打儿子的手机 很快电话接通了 果然儿子告诉我 他被派到荣城办事处有事 已经出来四五天了 我文厅叹了一口气 对儿子说道 本来以为你们结婚了 我能经常性看到你 结果现在可好 想跟你见一面 还得预约 儿子在那边笑着解释道 工作需要吗 今年年初的时候传来好消息 儿媳珊珊怀孕了 我瞬间觉得自己又被赋予历史使命 如今她怀孕了 总不能还说要减肥吧 于是我又开始研究孕妇食谱 力争做一个合格的婆婆 但每次做完 看珊珊吃饭难受的样子 我又觉得到底是她食欲不振 还是我手艺不行 直到有一天 我在给珊珊打电话的时候 她在那边有气无力地对我说 妈 往后你在做饭不用叫我了 我这段时间住到我妈这 刚好离单位近 省得我骑车两头跑 大夫说敬仰 我当时听着心里五味杂陈 虽然她说得有道理 可以不至于在她妈那常驻沙迦邦吧 毕竟她还是我们家这边人 但儿媳既然这么说了 我也无力反驳 还陪着笑故作轻松地说道 行行行 你只要想回来吃饭 就提前给我打电话 我给你做 可电话已放下 我嘴里面不由自主地骂了一句 自打过年以来 儿子儿媳很少往我们这边来吃饭 有时候儿子在家时 她就转过来看看 我想让她把儿媳叫过来 一起吃个饭 说说话 她总是说 她妈妈那边饭都做好了 等会儿我们就走 目送儿子离去的背影 我心里还是有几分失落 一转眼到了端午节 算算儿媳妇也怀孕五个多月了 这时候也算到了妊娠安全期 嘴吃傻也撞了 于是我早早地就跟儿子预约 让他们端午节中午到我们这边吃饭 当时儿子满口答应了 可直到21号晚上 儿子给我来电话了 说姗姗的爷爷奶奶到他家过节 按姗姗的意思想在家陪陪爷爷奶奶 我一也是 毕竟老人家都八十多岁了 来一趟儿子家也不容易 于是我就对儿子说 没关系 晚上到我们这吃饭 就这么说定了 得知儿子儿媳中午不过来吃饭 我和老伴端午节中午就随便炒了两个菜对付一顿 吃完午饭我就开始投入战斗 该炖的炖 该红烧的红烧 剩下的蔬菜我都摘洗干净 放在篮子里晾上 想着等到时候人到齐了 炒菜也不晚 五点半的时候 我的菜已经就准备差不多了 我让老伴把餐桌摆好 然后自己就给儿子打电话 电话那边噪音很大 听出来周围有不少人 于是我就对儿子说 赶紧回来吧 我这就炒菜 没等儿子说下文 我就挂了电话 开始切菜炒菜 我算算巴掌大的小县城 即使堵车二十分钟也能到了 菜端上桌的时候 我就又准备给儿子制衣店 被老伴制止了 他对我说 你自己不会开车 根本就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现在过红绿灯 接打电话会被扣分的 你知道吗 我一听只好作罢 只好耐心等待 人等人是最着急的 好不容易听到楼梯门响 还没等儿子掏钥匙开门 我就飞速站起来 把门打开了 可站在门前的 只有儿子一个人 我又怀疑地朝他身后 左张右望 嘴里问道 珊珊啊 咋没跟你一起上来 哦 晚上珊珊二叔 请一大家子吃饭 珊珊跟唐妹两人 有半年没见面了 所以就留在那边陪客人 听到这 我心里的火 疼一下就升起来了 我指着桌子上十多个菜 带着哭腔训斥儿子道 你们年轻人现在脑子里成天都想的啥 我真搞不懂 一点家的概念没有 难道不知道自己结婚后身份的转换吗 还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 看我在气头上 儿子没跟我回嘴 老伴这回没有打断我说话 只是静静地站在旁边看着 我越想越气 就接着说 原先你没结婚的时候 就是说经常出差 最起码我还能看见你吧 现在倒好 别说看你们 就是想请你们吃顿饭 还得要提前预约三情 四一 你们也太不懂事了吧 我并不是反对珊珊回娘家 但许多事情要适可而止 她可是嫁到我们家的 我们家也没亏待她 我没有自己的房 也给了彩礼钱 而不是让我的儿子倒插门 儿子看我去成这样 就走过来 双手摁住我的肩膀 强迫我坐下来 随后 慢条斯理地对我说道 多大点事啊 看把你去的 在哪不是一样啊 我反驳道 那能一样吗 装修好好的昏房不住 每次我进去看你们茶几上 和家具上的灰尘一层 眼下 珊珊又怀孕了 再过几个月就该生了 你们是不是打算 孩子也让姥姥姥爷照看啊 我就那么不合格吗 我连珠泡地回对 儿子只好无奈地坐在一旁 看着我也不说话了 这时候老伴笑笑说道 行了行了 珊珊不来 咱们也得吃饭吧 你这个脾气往后要改 动不动喜欢激动 气得好歹不值当 看老伴这么说我 儿子往我跟前 加了一块炖排骨 开导道 妈 要我说你就是有福不会想 珊珊不来就不来呗 其实你不要想那么多 你们之间也没有矛盾 只不过说需要时间磨合 儿子吃完走后 我心口始终像一块石头堵琢 非常难受 晚上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这时候老伴说道 凡事不钻牛角尖 他来不来 我们就在这里 老伴一本正经的安慰 我狠狠地弯了他一眼 道 你倒是能想得开 看样子孙子都捞不着看 你说气人不气人 听我这么说 老伴哈哈月道 我比你是想得开 不但说孙子往后 用不用你照看 就是跟亲家姓 我都无所谓 我愤然坐起来 道 他敢 朋友们 你们遇到过这样的儿媳吗 虽然不吵不闹 就是不沾我们边 真不知道如何做 才能得到他的满意 遇到这种情况 你们如何面对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愿意